中華民國能量醫學學會 創會的會長 他本來是榮種心臟科的醫師 但是因為他發現在西醫看到很多很多的瓶頸 他在榮種設了一個叫做傳統醫學科 他創會的科那個主任 所以他呢 研究一輩子研究能量的東西 所以能量是性的 也叫做瓶子也就是他華人的 他一輩子呢 他講了種花啦 人啊 要健康就要需要山蟲式的 蟲是蟲乃的蟲 蟲不生病 蟲不失眠 蟲不痠痛 那老士德呢 士德就得到的德 就是吃德 吃得下去 很多人啊生病了 沒有食慾了 身體不好吃不下去了 就吃不得 所謂吃德 但是吃得進去要怎麼樣 出得來啊 排得出來 不能有便秘啊 那個問題 吃得啊 就要什麼 拉得 拉得出來 還有一個什麼 睡得 晚上要什麼 品質 好的睡眠 就睡得 但是睡得 最重要的人生 有一個什麼重要的課題是 行得 你不能走路呢 一天到床上 你活到一百二歲 什麼意義 所以他說 吃得 拉得 睡得 還什麼 行得 你可以走動 自由的走動 所以一個人生呢 如果你不能走路了 坐著你出門 就坐著你 那人活著意義不是很大 所以這就是那個 終結之後就講 人生三重世代 心臟科醫師喔 不然心臟科醫師喔 他是 還是印尼 還是什麼 他是廣東籍啦 他是那個 他是那個 他那個 副職輩的 到南亞區 他是 他是 未來台灣的 留學生 他是台大 他是可以說呢 在我們台灣 醫療界上 傳奇人療 他西醫出身呢 但是推崇 是自然允許 他是照他自己的良心在做 他是照他自己的良心在做 對 真的 他剛開始研究所謂的 營養療法 他曾經在那個融種呢 用 就是光是營養素 叫維他命啊 之類的 礦物質之類的東西 救了他病 那後來我們跟他學了 他後 他以 這紅魔學 就是 從 一個機器啊 從 人的不是一個 眼珠珠嗎 黑珠珠 紅魔學 對 紅魔學 紅魔學可以觀察到你的過去病 現在的病 還有可能呢 觀察到你的未來病 有很多的病是 所以 尤其癌症啊 一個細胞 變變 要proportion 就是 吹化要15年 10到15年 才會變成一個真正的初始癌細胞 所以說 如果你能夠 再早期發現 再早期治癌 癌症 怕是怕 末期 轉移了 可是老師 常常看到人家說 末期的癌症病人 醫生說 不必 不必治了 他出去玩 回來 一年以後 什麼事都沒有了 所以末期好像也是可以治 反而是 反而是中間前面 走到要死 一直搞搞搞到最後 辛苦的要死 還死也死了 你講這個 我聽過 這主要是這樣子 癌細胞有兩個不同的類型 一種就是母幹細胞的癌變 一種就是一般細胞的癌變 一般的細胞癌變 它是怎麼樣 一個細胞 單一個細胞的病 母幹細胞 它就很可怕 所以一種 惡性的腫瘤 惡性 就是在腫瘤 像你剛才講 因為新醫師宣布 哎呀你只剩下四個月 剩下半年 有些人來說 唉 反正我這一輩子 也就是我結束了 不甘願 就把我的所有的財產 變現 帶著這些錢 跟親愛的那另外一半 去周遊世界去旅行 也許旅行的三個月回來 再去復診 醫生宣布 哎 你說癌細胞不變 所以說我們稱之為 叫做 細胞的逆轉 細胞可以逆轉 只要你新建改變 你生活習慣改變 很多條件你改變之後呢 你細胞是可以逆轉的 尤其我們身體有一個叫做 治癌基因因子 還有一個叫做 抑癌因子 像我們P53 就是當你的細胞要分裂的時候呢 它發現到你的DNA裡面有 蒸裂或短三的時候呢 這細胞會可能會變變 它馬上 譬如像花到一個叫做 Apotosis 就自然凋亡 像我們細胞分裂 它從什麼 R5起 S1、S2到 那個 所謂的 那個 R2起的時候 那個 那個 S2起的時候呢 就開始要分裂 我們細胞是有一次分裂嘛 它會打回去 就打回 叫做到R點 有GO啊 S1、S2 這G2 G1 這樣子 回到R點的時候 就這細胞 P53會命令 這細胞做一件工作 自殺 這雕王 大家有沒有看過 蝌蚪 蝌蚪裡面尾巴 它有尾巴的 但是變清化以後呢 尾巴不見了 那尾巴哪裡去了 我先生 尾巴哪裡去了 咬斷 咬斷了齁 那咬斷的話 你知道田裡面 就會看到很多的蝌蚪尾巴 但你都看不到 對不對 吃掉 吃掉 沒有吃掉 它是怎麼呢 自然 自然不見 萎縮 萎縮就是自殺嘛 自然萎掉、萎掉、萎掉都不見 所以說 那個 我們 剛才講的 細胞密粉就是這樣 讓你的細胞自然是自殺 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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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細胞死亡 它有兩個圖鑑 一個叫做什麼 自然雕 一個叫做 Nexus 一個叫做Nexus 就是 壞死 壞死 壞死我們知道 你在割傷 燙傷 或者擦傷 那細胞都死掉了 就是壞死 但是呢 有一種自然雕 所以說我們癌細胞如果能控制它 自然雕亡 這個細胞癌變了 我就讓自然雕亡 但我們又談回來 為什麼 這個化療 對不對 電療都治不好 或者 現在比較進步 標靶治療 為什麼治不好 我們知道 化療的那個藥劑呢 它只能殺死15% 15%的愛細胞 但是那85%的細胞 還在增殖 還在增殖 尤其打一個化療 一個星期後 才能夠再打 如果檢查你的白犬球 3000以下 還不能再打呢 所以說 這85%的偏面叫煩死 所以你根本沒有機會 但是那個郭國華教授 因為高雄醫學大學生化研究所所長 郭國華教授 他就利用 不是利用 因為在1972年 一個Dr. Kerr 他發現細胞啊 有自然雕的這個機制 所以大家都 很多科學家 藥商都在找這個 打開那個自然雕的白藥匙 那郭教授呢 經濟部還有那個 中藥醫學大學 研究所 中醫研究所 一年給1800萬 他在高雄醫學大學生化研究所 研究 初期他是用西醫的方式來找 結果呢 找不到 後來呢 他用什麼 中藥裡面呢 很多種就是 報王鞭啊 龍葵啊 尤其他後來在台灣 找到一個叫做 黃雪茄 郭教授想說 既然我用這個東西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但是他為什麼要用黃雪茄 因為黃雪茄是台灣南部 跟澎湖特產的一個東西 叫黃雪茄 以前是在自然干病的 後來 那個 郭波教授 在那個 他的藥裡面 找到這個黃雪茄的種子 就非常豐富的 一個叫 沙拉媽菌 中午繁枕的澳洲斜邊菌 它這個澳洲斜邊菌 可以讓你的細胞自然掉落 它就開發成功 本來呢 這個東西呢 政府單位 他還是政府單位 教育單位 原來的話 出來自己不能生產 一定要交由民間生產 但是呢 他的一些同事呢 他們經常講 說你去交給別人去生產 東西呢 做得不一定是好 技術在你身上 你何不我們集資 來把這個專利呢 花揚光大 結果他在台南 工業區裡面 買了一塊土地 一個禮拜就募 募資多少 五千五億多人 很厲害很厲害 就工廠把它設立 我去參觀過他的工廠 非常現代 完全無盡無城市裡面生產 那個黃水茄 那個種子 一頓呢 才能夠提煉出澳洲茄邊菌 一公斤 但是呢 他對癌症 幫忙很大 為什麼 他可以讓那個癌細胞呢 可以死亡到47% 但47%那他先不夠 還有53% 所以呢 如果你是癌症患者 第一期第二期 能夠切除就切除 不能切除的時候呢 已經轉移到 轉移了嘛 癌細胞最可怕轉移 如果轉移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西里麻利 就是一種叫做 白衣精 白衣精的那個 標記子的藥 用輕量的化學 化學的那個藥劑 再加上他的 那個奧基茄邊菌 最高可以殺死 75% 73%到75% 如果一個癌細胞 你把它殺掉 75%的時候 剩下25%就有機會了 剩4%的電啊 剩4%的電 趕快結束 所以說 這個癌細胞 你剛才講的 逆轉是有可能 只要控制它的 所謂的生死大觀 細胞的生死大觀 或者人的生死大觀 能夠讓它自然飆往 你癌細胞就有機會把它治好 把它消滅掉 這次我們癌細胞 不能再一直一直生長 你知道 當我們的一個癌細胞 分裂到二十三次的時候 它的就可以到達好幾 你這樣一公斤 我們人體上就是公斤 一公斤 差不多一兆細胞 可以生長到一兆多 所以說 你一個經過二十三次分裂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一公斤大的一個腫 所以當然你都活不了 就死掉 因為是肝 肝腫瘤 所以說 郭教授 你們可以去上網去看他的資訊 只要你在那個 Google或什麼 你打上郭國法 郭就是你的郭 國家的國 中華的華 郭國法 郭教授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他的那個 外面專利 他有四十八個國家的專利 但是呢 他已經進入到第二期人體的 實驗 那第三期呢 政府都一直都沒有給他通過 因為 癌藥 他是第一支的 沒有標準 他沒有辦法控制 OK 謝謝